來來來來來 雖然 在家庭睡醒劈頭散髮 但我剛剛看到一個 新聞我覺得太無藍了 真的是懶岔筆記推 那叫大廚 什麼新聞 來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看這個新聞 國產蛋對決進口蛋 大廚實在曹德 來來來這大廚煎的荷包蛋 能看嗎 再來再來你看 大廚的草蛋 國產蛋 進口蛋 這麼明顯就紅人了 進口蛋就一般蛋 再來 國產蛋 你看這個一定紅人蛋 這個就一般蛋 人家一般蛋也中間有點紅人 真的是懶岔筆記推 這是大廚煎的荷包蛋 大廚煎的荷包蛋 能看嗎 我不平衡了 我來煎蛋給你們看 Let's go 我現在在 我電了那個廚房 然後 真的太糊爛了 我真的受不了 雖然我沒有很想吃蛋 但是 一定要煎給大家看 那 因為蛋很過 所以他煎三顆 我煎兩顆就好了 OK 那等下煎的過程全程錄影 大家來看一下 什麼叫大廚煎的蛋 跟我煎的蛋 OK Let's go 你要拍照 一隻手吃手 我一隻手拿手機 一隻手煎蛋 來 煎蛋很簡單 來 先下油 這煎蛋的東西 還有我的腳很好笑 來 來 燙鍋熱 鍋熱 好白的 先來煎蛋 讓一家煎蛋 香蕃 直接煎麵 一盒 這樣翻過來,馬上翻過來,大概5分钟 大概5秒內,大概裡面就是會噴出那一顆 剛剛那一顆,要比大叔好看在哪裡 我們再來煎一顆 用小火煎的 蛋黃破了 你看我這個是一般的白蛋 然後要再煎一顆 然後再煎一顆 然後再煎一顆 再煎一顆 然後再煎一顆 還有一顆 套回一道就套回一道 焦香 酵食人 那這個我要把它煎清楚 大概一分鐘左右 那還有一個方式就是把 蛋黃先打破 要先打比較快 我這個怎麼煎都不會焦啦 焦香 來啦,這是我煎的蛋啦 這樣你們有沒有覺得大廚 超糊爛的 我這就是台灣蛋 白蛋 最便宜的白蛋 真的,不要再亂帶風向了 爆倒不要亂爆 外國蛋沒有比較不好 OK就這樣,掰掰